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文具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SEGA的景品 STAR WAR的黑武士 達斯維德 後面看是這樣子 對吧 SEGA的 然後就給大家看 本身盒子真的就很大 盒子就 盒子就有將近 40公分高 寬度也有20幾公分 本身大小就非常的大 所以有些人說 能不能一次寄個三四盒 超傷的話我想應該不太可能 打開裡面 是軟盒的 打開裡面像這樣子 我本來以為他會另外用那個 就沒有這種 包裝包的 他分成五個部分 頭部、光劍、身體 跟披風兩左 還有所謂的底座 底座應該不算部分 後面這樣子 可以看到光劍在這裡 然後我就 打開給大家看 這景品質呢 還不錯 可是售價也不低 打開 底座部分在後面 底座部分也直接 豪邁的給它拔起來 好 敲帶到今天 很不錯耶 看起來 底座 其實我覺得披風不錯耶 底座 先把零件都拿 先把整個盒子拿到旁邊 身體的塗裝 其實不差啊 側面看上去 可惜就是不可動 這也是 無可厚非的事情啊 後面是這樣子 上面這樣子 可以基本上看到 塗裝的部分 然後胸口的那個 維生器 其實塗裝也還OK 腰間的這樣子 後面這樣子 然後頭的部分 它很明顯是用球型關節 所以頭的部分是可以動的 像這樣 然後先把各自關節 腰的裝上去 這樣子 腰的部分裝起來了 然後腳的部分 底座先裝上來 然後底座部分 注意看這邊有個 STAR WAR的那個 英文的LOGO 這樣子 這樣基本上 完成了一半 然後再把 光劍的部分 打開 只是把光劍 也可以給其他 大概六吋的公仔用 光劍是這樣 然後光劍的部分 建議是從下面 鑽上去啊 因為它很明顯這個 角度 欸不行欸 那天 之前看一下 開這個系列的 公仔 就是說 欸 直接這樣直接塞進去就好 因為它有點軟 裝上去就這樣子 側面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這個最帥的 披風 它披風真的很大 它披風就有將近 三十幾公分的長度啊 兩腳長 兩個 一腳的長度 然後就裝上去 欸 那要先把頭拔掉 先裝披風 再裝頭啊 裝上去 扣上去 嗚嗚嗚 裝上去 又是這樣 這樣 然後就組裝完成啊 氣勢 夠 真的是帥 上面 正面看這樣子 然後轉一圈 如果它披風 如果再用一個 反光漆 肯定會更帥 有種蝙蝠俠的感覺 然後臉部細 細接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購買啊 這一組大概五百多塊 也有人在賣啊 就 還OK 黑五